清晨7点10分天才刚亮 台北监狱囚车在警车借户下 悄悄开进台中监狱附设陪的医院 车上载的人是在台北荣总住院治疗 七个多月的前总统陈水扁 人都已经一间转院 家属却事后才晓得忍不住破口大骂 我们觉得很辛苦 因为这个整个过程是 非常粗暴 没有任何的告知 连这个北荣的主治医师 周主任 他也是一直到 陈前总统已经离开北荣 才被北荣的人员 用简讯来告知 不瞒法务部刻意选在清晨5点半 偷偷摸摸将人一间送出台北荣总 陈志忠赶紧从高雄北上前往探视 却心痛得知 原来前一天父亲知道要转到 台中监狱陪的医院 心情大坏一度寻短 没想要再说 我们很辛苦 没想要再说 那么在10点左右 他在厕所 他把看护请他在外面等 那他用他的衣服 自己的长袖的内衣 绑着自己的脖子 把他挂在那个扶手把 希望一借由这样子 了断自己 省得遭受这样的羞辱 但是因为他跌倒的声音撞击到垃圾桶 那结果康护就冲了进来大声喊救命 培德难道会比北荣的医师还要专业 还要厉害吗 如果说医疗上不能来配合 那总统的病情继续恶化下去的话 我相信没人有法来扶植 北荣已经提出这个保外就医居家的治疗 应该要来从善如流 阿扁假如到培德 恐怕因为他不相信 这个预防给他准备的病史 所以他有可能会採取绝食的方式来抗议 乡亲土老兄 你现在大家晚安 到底把阿扁从龙总要送去台中 这是一个国家的羞耻 禁不能的事情吗 不要说家属不知道 连组治医师周元华骂不知道 事后一个简讯传给他说 不好意思 你的病人被我们带走了 到底马政府 到底法务部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情 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 我们这里撤下去 给各位介绍现状事业来面 第一位 听话欢迎欢迎高兮 大家好 过来前卫生署署长 我们的图形者医师 大家好 过来我们资争媒体的翁水条 大家好 资争媒体人周年华 主持人 各位要请大家好 来让我们看一下 另外 陈建总统借户就医到北荣 已经近七个月 法务部医荣总出院建议报告 认为变病况已趋稳定 清晨5点30分 由救护车送往台中监狱 附设陪德医院的医疗专区 持续接受治疗 法务部治长陈明棠表示 一间是基于医疗的专业 同时也权衡法律的决定 好 医疗的专业 我来请教一下 前卫生署署长 图形者医师 医疗专业 有人这样子干吗 主治医师 不知道家属 不知道 天啊没空 我看这边这个摸黑就把这个 前水扁前总统送到培德区 他不是送到台大 不是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 或是主治医师建议的 主治医师建议的是说 应该送回去居家疗养 对病人最好 然后还要定期回诊 这是医师的主事 所以他说是遵照医师的主事 那我看到的医师主事是这样子 那怎么会说变成遵照医师主事 把他送到一个 比荣总更差的地方的培德 而且需要在半夜偷偷摸摸 这个不但不尊重 这个阿伯前总统的医疗 或叫健康人权 事实上对医疗专业 也非常不尊重 坦白讲 荣民总医院应该会非常 非常的不高兴才对 为什么 因为荣民总医院 被逼这下这个烫手山也好 在那边做了专业的诊断以后 其实是 也就没有办法再继续配合法务部 配合马英九下去了 在他们为了不再继续 喂马坐舱的情形之下 就要把它换掉 换医院 这就好像以前周湛村 没有办法配合上面 不积压沈水瓶 马上就换掉 换菜手心一样 这个马英九有这样的前科 所以这一次我相信是没有办法 荣总觉得说我的医学专业 没有 医师 绝对没有这样子讲 不然的话可以再去问一下周湛法医师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完全完全就是 马英九所主导 之下的法务部自己乱搞一通 我相信我们医界会非常非常的生气 如果一个医师说这个病人应该要休养 一个礼拜 结果有人说一天就好了 或是说这个人应该要开刀 住了 吃药就好了 这怎么叫做尊重医疗专业呢 医疗专业写得那么清楚 这诊断师的呢 说应该基加疗养最好 因为阿伯总统的病被关到这程度 不只是身体的病 还有吸引的病 还有社会的病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有非常多的问题 需要用基加疗法 才能够避免继续恶化 现在用这种方法 一定会继续恶化 而且发生一些不测的因素 我相信马英九法务部的曾永夫 这恐怕难处其咎 是 这个年华 法务部已经说 这个周元华的报告里面 只有居家治疗 没有保外就医 请问一下 周元华写的居家治疗 他能写保外就医吗 周元华是医师 他不是律师 保外就医是法律名词 一个医生哪有可能去瞎法律名词 医生所谓一定是 就他的专业 他其实他讲的所谓的居家疗养 也不是一个法律名词 可是我觉得法务部很可恶 有加息周元华在戏里说 法律上没有居家疗养 我知道法律上当然没有居家疗养 你就根据这个保外就医 保外就医就可以居家疗养嘛 那法务部可恶在 他在跟你玩咬文嚼 是周元华怎么会懂 保外就医跟居家疗养的差别呢 他只是做他的医师的专业 做一个最好的建议 因为他认为他回家 跟家人接受家人的照顾 对于他的病情 特别是心理上的疾病 是最有帮助的嘛 是 结果法务部 你仅仅说没这个死的你 我觉得今天 马英九重任以来 他常常洋洋得意的是 他说他签署了联合国两项人权公约 虽然送到联合国被人家退回来 可是今天的中华民国政府 马英九你主政下中华民国政府 今天做了两件严重违反人权的事情 第一件你忽视前总统的医疗人权 第二件你一困到床杀6个死刑犯 台湾要不要废除死刑 那个是另外一个回事 可是你不能把死刑犯当提款机 有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床杀 但是我们现在问的是说 阿扁照法务部讲 因为马英九讲过 保外就等于放人 我给各位看两天前的一个消息 各位朋友 这是两天前四位17号苹果日报 有一个新闻 今年2月国防部国会联络处 前处长少将吴京俊 遭隐色色共谍案被调职 看统案遭收押的 还有海军前中将柯正胜 不过柯因为卫星来扩散 收押20天后就保外就医 益鸿兄收押共谍 收押20天后保外就医 看样子也是放掉 如果照讲话 我觉得如果他需要保外就医 那我们就应该给他保外就医 这没有什么放掉不放掉的问题 马云九会这样讲 就是他就看不下阿扁出去 阿扁一定要把他关在里面 马云九他的心态就很简单 周援法说居家治疗 居家治疗大家刚才说的 他是医生的语言 医生的判断 但是法务部说全衡法律 医疗专专业就是居家治疗 全衡法律 其实法务部有四个可能的选择 一个是保外就医 再来一个是介护就医 现在在北戎 就是介护就医 另外一个是送回台北监狱 另外一个是移到另外的病间 就是去陪德医院 哪一种适合阿扁 都讲到不是这四个都是合法 这四个做哪一个都是合法 可是你马政府你马云九 你为什么偏偏要挑送去陪德 我请问介护就医是不是合法 大家希望阿扁保外就医 这个马云九就是不肯 那么介护就医呢 你还有一个介护就医的选项 你可以让他回家疗养 你跟他介护 介护就医没有规定他要在哪里 所以最接近北戎的判断 没有错因为北戎就是说 他这个基于医疗需要 因为忧郁症 我研究这个重度忧郁症 重度忧郁症我知道这个病 我虽然不是医生 这种病住在医院里面 不见得好 这个北戎这是对的 那住在家里有亲人的支持 其实这是最好的治疗 那你住在家里也可以介护 然后阿扁回去住家里 那你法务部 你马云九是没责 不是这样嘛 你就基于法律的考量 你也可以让他居家治疗 完全没有违法 所以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马云九说 只有共谍才可以保外就医 共谍才可以放人 是不是这样 市长兄 这个请教一下 为什么阿扁总统今天 要落到如此的身体的境地 为什么 那不就是曾经当过法务部长 现在在做总统的 马云九的德政吗 他的预政改革到如此的地步 拜托 阿扁跟他的预游 都做多少 1.38平啊 然后呢 连让他出去工作工厂的机会都不给啊 连他能公开跟别人相处的机会都不给 理由竟然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 怕他出意外啊 你不能保 你不能在旁边保护 不可以在旁边看看嘛 对吧 然后呢 到后来 没面子就能睡就算了 我们还是在抢什么两公约 休休脸啊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预政连一张基本的床都没有啊 然后必须要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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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对病人 对卸任国家元首的照顾 那是说一大堆有没有 我们少虐待一点 好 阿扁总统他要索去哪裡 这是可以讨论的 你还会给你华物部长曾永虎 曾经讲过三个礼拜要决定嘛 没错 你还可以讨论啊 三个礼拜要决定 说不太听的嘛 现在人在你的手中嘛 那你按照国家的方法 你变得去处理 你可以光明正大 依法行政 OK 但是 难道 你不知道国民党都没人了吗 马英雄不知道 江一华不知道 曾永虎不知道 矫正书这些人 全部都不知道 阿扁现在的动态 动箭观瞻 你不知道吗 那不知道为什么 台北市中何隆斌知道 为什么 资深新闻媒体人 赵曹康知道 为什么佛光山 星光西云大师知道 这些人 都不是支持民进党绿营的 連包括中国时报 都出来认为说 你给他保外就医 无可厚非啊 为什么 这是人道问题啊 大家 陈水扁现在在白龙是 洞见观瞻 好 你如果真的要刷 你也跟他们人说一下 对吧 主要人说一下 他先说一下是怎么 后来还发生一件事情 你要刷之前 不然你也就 今天的油 employee体一起出 doin 咱基来本 零 Wiecky 浪费国家的资源嘛 对吧 所以 这件事 你如果觉得自己 依法行政 官民政大 我按照国家的法律来行事 那你就这样 官民政大的做就好 为什么偷偷摸摸 趁着日出 Calvin 赶快把人送走啊 那你的如何让人家会觉得说 你这个心态是光明正大的呢 是 旁边可能拨没套起来 还以为要推出去枪毙呢 用这种方式 我们集团先到这里 休息一下 然后继续 谢谢 我们就这样乱讲话 我们没有乱讲话 是你们互稿相稿 那会不会 这边啊 我只刚吸引了就是杀人犯啦 为什么法务部要健踏医疗人权 念这一章啦 休止 所以居家疗养的建议呢 在现行的法里面是有违背的地方 骗人 不是 居家疗养 骗人 那我再说明一下嘛 骗人 喜剩都可以居家疗养 我在这里 哦 要 要库告 这个 真部长图纸 尤其 这完全接受政治的指示 做一个医生来讲 今天这个手段太粗暴了 你一个病人要出院 也没跟他讲 也没跟病人讲 也没跟家族讲 连那个出院 那个今天要吃的药 都事先都没有准备好 然后是人都带走了 在想说 对哦 那个药还没有开 然后再跑回来 叫那个容总医生 再补开今天要吃的药 我可以告诉大家 陈总统已经完全崩溃了 可以这么讲 他是完全崩溃 非常的退化的情况 我们的言辞很清楚 将这种精神病人 放在监疫里面 放在机构里面 当然绝对不适合 他应该回到家里去 这还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事情 所以 假如今天这个事情是法务部所决定 甚至是行政院有决定 甚至是总统府所决定的话 我想他们完全对不起我们精神医疗 或是我们所有医疗界的人士 包括医院长本人 凌方医院长本人 都受到羞辱 都受到羞辱 现在法务部 违背医疗专业的判断 马总统这样的做法 也失去让社会和谐 回复回应人民期待的机会 我们觉得非常遗憾 也大大的抗议 我们请马总统不要这样做 请法务部应该改变 好 各位朋友 曾永夫法务部办公室 能够站一床 那如果普通时人民看 哇 这个立委怎么这样 说实在 今天曾永夫问够站一床 那个洞正好显示他的心虚 为什么 因为你们今天这种做法 就是法律 政治 去强奸医学的专业 所以你用站的时候 你一个民情顺顺 你没法动 咱人讲话 我们来看一下 在毫无预警下 北京京城50派源自台北龙总 将借户就医近7个月的陈前总统 移往台中陪得并肩 因事发突然 北龙甚至来不及 背妥阿扁出院的妖务 等人离开后 采取专人搭高铁送药到台中 北龙教研部主任 阿扁民间治疗小组成员郭振典 担心扁惠想不开 他说两天前 阿扁得知保外交易 无望的时候 就嚷着要自杀 昨天班旺他去探望阿扁的学生 告知客人在最近几天转自陪他 阿扁表情瞬间凝结 凝固了不发抑郁 我要照顾一下 我们用医生的专业角度来说 到底到底 今天法务部做这件事 为什麽让他站一旦 他这样民生青春春不敢说话 事实上他想让他站一旦 如果真的不太吓得到 是因为他在里面 勇夫变農夫 整个阁所在里面 不回应 他如果觉得很理事 应该出来 跟立委结束 为什么 因为行政叫立委 立法这是互相的 尤其是他应该尊重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 平常是拜托来办公室 坐着就拜托不来 既然来到这里 应该出来说 我来给你解释 你准备有什么五岁 不是 粵粗在里面 不出来 他做错事情还是怎样 我相信是偷偷摸摸 心思嘛 不然他在里面里面 不出来 是这样比较容易 就是你刚才说 这个一个医疗单位 是 竟然对一个人的照顾 匆匆忙忙 拔命送出去 我也不知道拔命送 这是不是急诊 才拔命送 好啦 即使要送 他把目的帮助 跟他的帽子钻好 比如说 他亲户这个病 他 重点不是说 要快搶 那条他们很粗俗 因为是抓人在搶人 他要把人附上 不知道接受如何命令 但是 这算命令是说 帽子要有安全的 帽子要转好 要转去对理论上 要再把对方 说个转座 要铸链 说 effective 但是 时候 有没有纏帽 又没有钻 你有知道 他对这些 病人的病情 一點都不重視 如果有一個醫師 為了要轉院出院 進場沒有開藥 就給他出去 我想這個快要吊傷絕躁 這不是很奇怪嗎 這為什麼會 人家主治醫師不知道 就這樣衝衝馬上出去 這個對這個病人的病情 有一點重視嗎 我相信全臺灣的醫師 聽到這裡 都一定會非常憤慨 說他有這個 醫師的專業都不被尊重 至少要請我們看一下 說要再準備什麼 要再說 你要轉去哪裡 也許我們沒話講 那病人的病情照顧 我要注意 不然萬一 發生什麼事情 在救護車的中間 救護車 他要押擠去台中 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了 醫師陪同 意思是什麼 搞不清楚 為什麼這麼匆忙 我相信沒有 是 這個我們聽到法務部部長 曾永福 弟弟嘟嘟不敢說話 法務部部長陳明堂 他說 因為醫生寫的居家治療 跟法律有衝突 我剛唸給各位聽 這一位共諜中將收押20天以後保外就醫 我請問一下 梁旺兄 醫生有可能在這邊想說 這個人要保外就醫嗎 醫生不會這樣寫 因為那個是法律用語 那個在醫生的專業訓練過程當中 他的診斷證明書也好 他的醫図上面也好 他永遠不會出現保外就醫這細例 所以為什麼共諜就可以解讀說 這個需要保外就醫 碰到阿扁就說 這個裡面沒有這四個字 謝老師很簡單 因為共諜就是要放阿扁就是不能放 就這麼簡單 你想通就其實很簡單 他剛才這位法務部次長說 這是尊重醫療專業的評估 我們剛才的人都知道 一個人要出院還是要轉院 有兩件事情一定要做 第一 主治醫師要簽字同意 有一個出院通知 是 主治醫師一定要簽字同意 他剛才這位圖醫師說的 沒有不對喔 萬一在台北去台東路途中 發生什麼事 是周元華要負責任 因為你沒有我的同意 你怎麼可以把他帶走 好 主治醫師有沒有同意 沒有 因為周元華是說 人已經送走了 收到檢訊說 對不起 周醫師 你的病人我們已經送走了 第二 剩餘要拿藥嗎 當然要嘛 連藥都沒拿 那法務部 你在擠什麼東西 我再問一個最徹底的 這樣觀眾朋友很清楚 馬英九 你到底是要給丹水病 是要給丹水病死啦 這麼簡單 你今天送去培德 全台灣人都知道 不需要醫生都知道 培德的條件 絕對不會比北榮好 他絕對比北榮差 因為不是這個主治醫師 然後這個環境也換了 完全不一樣 所以陳水扁到培德去 他的病情只會變壞 他絕對不會變好 他現在已經賣到 這不是馬英九的目的嗎 對 所以我說嘛 你要他生還是要他死 他現在被 身體已經賣到這個程度 你又把他送去培德去 你真的要準備救他死嗎 陳水扁沒有被判死刑 我提醒馬英九 陳水扁沒有被判死刑 他如果今天死在你中華民國 法務部管轄監獄裡面 你馬英九是要負百分之百的責任 好 我們繼續來看 法務部在無預警下 將扁送到台中監獄陪德醫院 北榮醫師郭正典標記 阿扁這一兩天他有透露 如果送回北監 他要自己了斷 或者在榮總了斷 他已經在說了 他在蒐集各種自殺的方法 我們知道他是重度憂鬱症 說現在找到方法 所以立委邱毅說 阿扁這兩天我們在在家 阻塞的時候 馬英九你就是殺人犯 天地不容的殺人犯 臺灣你們賣萬榮你 謝謝 順調 這個 小高雄我請教你 你怎麼相信 今天早上五點半 把阿扁為北榮 匆匆忙忙用車子 載到台中培德 是台北監獄下的命令 你相信嗎 不可能 那你相信是矯正署嗎 不可能 那你相信是華務部嗎 不可能 那你相信是行政院長這樣一話嗎 不可能 那只剩下相信一個人 那就是馬英九 這麼重要的事情 動見觀瞻的事情 如果沒有總統許可 或是沒有跟他報告 得到他的默許 那麼為什麼會突然間這樣子做呢 我覺得好可惜 我覺得很可惜 本來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馬英九在他聲望跌到 如此低的地步 13% 然後呢社會各界八 不要說藍綠對決 幾乎連藍的 絕大部分的人都對他氣他而去的時候 很有一個好機會 在人道立場的關懷上面 至少讓藍綠和解 形成一個大和解的場面 很可惜他自己放棄了 為什麼呢 因為 給他後面一個機會 給他好一點的生活的待遇 跟治病的環境 這個是基於人道立場 這個過去什麼事情 我們要去說的 過期有的沒有的 現在是基於人道立場 所以 要給他一個 較好的環境 就沒想到 你用這樣的機會 然後呢 然後 罵政務 說我該天啊 就是一個偉君主的政務 你之前說三個禮拜 這件事情 不是單純的一個 所謂 兼罪犯的遺姦 有人在網路上網友說 罪犯遺姦要保持機密 避免截囚 避免發生意外 他不是一個單純的 什麼你所謂的罪犯 阿扁這件事 已經不是單純的司法問題 而形成的政治問題 非常的複雜 而且我說動見觀瞻 一個處理不好 就會引起 很多很多的 不必要的對立跟計畫 結果 什麼人 想盡辦法 要造成這樣的計畫 不好意思 是我們的政府 好 再請教一下 那為什麼是今天 禮拜五早上五點半 我想不出其他的理由 我唯一想得到的就是 今天本來國民黨 要通過所謂的核四議題 轉移焦點 因為今天晚上很多 談話性節目都被迫 一定要談這個話題 所以說我請問一下 阿扁重度憂鬱症 五點鐘出發 幾點鐘要起床 五點鐘以前一定起床 在什麼情況下 會有人 早上四點鐘被叫醒 送到另外一個監獄醫院裡面去 什麼樣的人 那不是要搶什麼人 一般來講是這樣 通常是清晨槍斃人 那今天馬英九太忙了 是 因為早上 本來早上 今天有六個死刑犯被槍斃 本來一般都是早上 是 可是早上天沒辦法 所以六個死刑犯 換到晚上再槍斃 我這樣講 我只覺得說馬英九 莫名其妙 那個法務部次長 他說居家療養 與法律衝突 法律不允許這樣做 我剛剛有說明 跟哪一條法律衝突 我看不出來 大概跟馬英九的抑制衝突 這個比較是真的 為什麼跟法律沒有衝突 你居家療養是一個 醫生的一個判斷 說他重度憂鬱症 這樣最后 然後你就開始找 合法的四個選項 沒錯 那合法的四個選項 只有兩個 可可相容 一個是保外就醫 一個是借戶就醫 借戶就醫 絕對合法 不然阿扁現在就不能再溶腫 不能再北溶 那你就是 就是不肯給阿扁保外就醫 你可以選第二項 借戶就醫 完全合法 你這個法務部次長 不要在那邊胡說八道 重度憂鬱症 阿扁說他要自殺 如果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我在陽明大學 我做這個研究的 我雖然不是醫生 可是我帶著學生 做超過十年以上的研究 我被邀請在精神醫學的 這個研討會上 發表論文 報告憂鬱症跟老人 這個失智症這一類的問題 我在這個醫學的這個會議上 我說了 重度憂鬱症吃藥也沒有用 他需要非常多的 這種這種家人 跟友誼的照護 因為重度憂鬱症 他那個一旦陷入那個循環 他就有自殺的傾向 他自己都控制不了 那是非常危險的 你今天你移到陪德醫院去 陪德醫院 號稱跟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合作 這家大學我們是不錯 非常好 可是你是跟人家合作 你自己沒有這樣的醫生 沒有精神科 沒有適當的設備 你要中國醫藥大學 你要派多少人進入這個陪德醫院 這不可能 所以在陪德醫院 阿扁是不可能得到 周元瓦醫師認為的 適當的醫療照護嘛 這正是馬政府 馬英九的希望 不是這樣子嗎 無效 我們這段先告這 阿托繼續 謝謝 前總統陳水扁移間台中陪德醫院 面對爭議法務部有備而來 透過法務部專人拍攝的影片 為陳前總統量身打造的 陪德醫療專區首度曝光 155坪大的中庭花園 種有青綠草坪 一旁還有花木陪襯 走進室內空間 擺放沙發這角是專屬接見會客區 另一頭設有跑步機 腳踏車等健身器材 能夠活動筋骨 陳前總統一人獨享的處域不只這樣 鏡頭轉到設防區 9點2坪的專屬單人房 放有彈簧床 陳前總統不必再打地鋪睡覺 洗澡也有高檔衛浴 相較陳前總統先前在台北監獄的單人房 空間只有1.38坪 法務部說新環境活動空間大 採光好還有挑高設計 而93年2月才成立的陪德醫院 是國內第一家監索醫療專區 裡頭設有聯合門診 醫生多半由台中各區教學醫院駐診 開刀房S光市等該有的一應俱全 內外加起來有243坪 作為陳前總統醫療專區 這種醫療專區的話 是其他受薪人不可能享有的處益 這也是我國疫症史上的首創 家屬可以不限次數 週一到週五可以辦理面對面的接見 因為他現在吃的東西是江志銘議員外送的 現在他的衣服也都是江志銘他們幫他弄 阿伯已經沒辦法治理 他已經可以自己洗衣服 現在沒辦法治理 他連走路都不行 所以我現在單止幾個是一個是讓生活上的問題 一個是他的自殺的意念 各位朋友法務部特別錄製一個影片 裡面哇小花園跑步機 好像度假小村 楊晃兄 這是要給阿扁住 還是要給森南的看 既然那麼好 曾永夫你去住一年 你住一年告訴我們好不好 我覺得法務部可惡你知道嗎 法務部你是中華民國法務部 你不是國民黨法務部 你也不是馬英九法務部 一件法務部該秉公依法辦理的事情 被你搞成政治操作 他今天公佈這個錄影帶幹什麼 就是在做政治操作 操作什麼東西呢 給大多數的台灣人民看 你看 我們對陳水扁很好 不要在那邊吵 不要在那搖擺 一個人住兩百四十三百 這樣還行不好 特權 對啊 請問我請問法務部 法務部 我覺得你們說謊 技巧不夠好 為什麼 因為今天法務部又自己講 是 不好意思 獨享243瓶 獨享是什麼意思 別人用不動 對一個人嘛 好 法務部今天講說 為了讓陳水扁 有這個人際的接觸 所以安排了三位獸型人 跟他住在一起 那怎麼會是獨享呢 那請問這個這個花園 別人都不能進來 只有陳水扁可以進來 那你整個說 整個台中市都單水扁的 叫胡志祥市長任意做這樣 我覺得你不要再搞這種政治操作 而且我覺得可惡在哪裡 很多人搞不清楚以為 看了這個畫面之後 很多人會產生一個想像 什麼想像 我也想進去 對 我是不太想 他就是要讓人家 讓人家覺得 這不是坐牢 這好像在度假 錯了 請問 單水病在裡面 是不是過團體生活 每天是不是一樣的時間 要起床 每天是不是吃三餐 有固定的時間 每天是不是有固定的時間 要救勤 他跟其他受勤人 其實過的是一樣的生活 只不過他的空間 可能比其他受勤人稍微大一點點 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周元華醫師 其實大家看那個醫生的 這個報告裡面 你要看得很清楚 周元華醫師的意思是什麼 一個很重要 跟家人相處 我正要講 對 他現在法務部好像大發人辭 你周一到周五 每天都可以來會面 沒有家人 沒有限制 那請問他家人可不可以 搬去跟他一起出24小時 家人沒有家具很多 對 你家人 雖然每天可以來看他 可是那個會面是有時間限制 不管是1點鐘 2點鐘 3點鐘 好 給你4點鐘 你總不可能一天24點 你們待會吧 而且請問他的生活 照郭正典醫師講 他已經無法治理生活 那請問誰來照顧他呢 其實這種給家人來看 剛剛給這個病人 一個很清楚的感覺 他們來看 他不在家裡 不是這樣 是 尤其他剛才說240幾倍 這實在是 坦白說這實在是故意在 違背這個事實 這樣子在操弄非常不好 是 因為我們去看阿伯總統 在原來的那個珍妮 特別珍妮 比這個還大很多 什麼243平而已 更大 因為他不是醫院 他是堅守 問題是說 你有給阿伯享受嗎 沒有啊 連放風都不給他出來放風 所以那個大有什麼 那個大本來就很大 沒有錯 像佩德是小一點 那為什麼小一點 還特別去講這個東西呢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是非常非常不應該的 如果說獨享 我倒是記得還有一個人 汪熙玲 那時候倒是獨享40幾倍的樣子 太胎還健還重 對 那這個奇怪 為什麼他們這一些 派人去殺人的人 或是共諜 都有特別待遇 錢水扁 錢總統 就是這樣子待遇 所以我覺得 這個法務部 如果要配合馬英九的主義 要拍馬屁 也不需要做見自己到這個程度 因為他這樣子把自己的法律專業 踩在腳底下 你不是說我失誤法 為了這樣子 我就去踐踏醫療專業 事實上自己的專業 其實也是踐踏下去 好 郭平我們來看看 這些措辭用語 你有什麼感覺 我們看一下 對照扁在北間兩人房的 1.38坪 法務部為別人打造的醫療專區 我們聽聽後面 面積23坪 房舍就9.2坪 其中綠地155坪 室內挑高3米8 這好像賣豪宅的廣告 好像在賣香蟹禮蟹大道德 沒有錯 獨立預測 書桌書櫃和專屬接鑑證 各位朋友 到底 這是要給阿拼大 還是要給社會看 甚至 讓很多人有一個感覺 什麼感覺 漂亮 一般人看到會有什麼感覺 這個請教你為什麼要獨享243坪 獨享什麼意思 他還跟你說 他說草坪多大 他的房舍9坪多 我聽起來像是高級豪華民宿的意思 你知道嗎 那他為什麼要用這樣的動作 我跟你講這非常惡劣 為什麼呢 他要塑造一種就是特權 是 那他也要塑造一種 國民黨在 國民黨在乾人 在泰人 不是都跟人不一樣 法律千萬條 要用自己銷 很簡單嘛 剛剛才講到那個王錫玲 對不對 請教一下 那順利人跟張學良不是被軟禁嗎 是 他現在就是要把你塑造成 你看 你看喔 他的房舍高平滑 他的公圈這麼大 對不對 還有更惡劣的呢 裡面還有什麼 左部肌 我剛剛看了一下 左部肌 他特別寫的 腳踏車 震動甩子肌啊 他是什麼意思 你 我講坦白 你要他運動對不對 不需要用到震動甩子肌啊 他這個沒有什麼 他這個 他除了要讓全民看 說我沒有 我對阿扁很好啦 對不對 你都說怎樣 這樣就很好了 他另外也有讓那些他的支持者 那本來喔 那13%又咬起來 現在走到那個 又看說 你看 垂水扁他們要求就是這樣 他有特權 他享受特權 阿扁搶到特權 透過醜恨再把民調拉高嗎 我覺得很難過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為什麼 如果 昨日是 那今日非 對 那很簡單 過去四年 1.38平 給他看在裡面 沒面子沉湯睡 睡在肚子 下什麼有的 沒的 連放風都不能放風 下工廠都不能下工廠 昨日是 則今日非 昨日非 則今日是 很簡單 因為你沒有依法行政 那些新聞告訴我們 寫得這麼好聽 對一個 對一個獸型人 病犯 跟卸任國家元首的 待遇對不對 奇怪 過期四年 你怎麼沒有對一個 卸任國家元首的禮遇呢 很奇怪 所以各位 他特別聽說 這個是有史以來第一招 可是我還是告訴各位 為什麼聯合報會知道 為什麼 我們通常媒體拿到獨家 今天聯合報的頭版 跟生版裡面 整版都在寫 早上四五點鐘 補爪都出來 對啊 為什麼人不知道 為什麼人家知道 所以要不要查一下 馬英九總統 不是說他要 衝成衝成衝成 出國人都知道 對嗎 查一下是誰在泄命 要不要辦一下嘛 是 我們再來看一下 扁民間醫療小組 照幾天 柯文哲跟精神科學醫治 陳巧琦 北龍醫治郭正典 今天召開了基家會 柯文哲批評 這次移検的方式很粗暴 連扁藥服用藥都沒有準備好使 所以民進黨質疑 你這麼粗暴 是不是要把馬政府面對 這個核四共同 郁德勳把拼 拉出來當作救援托手 轉移焦點 真的是齊心可必 郁弘兄 我覺得法務部非常非常可惡 是 法務部在那邊講 阿扁在賠德醫院 會住得多豪華 多爽 多舒服 還有243坪的專屬花園 我請問觀眾朋友 現在阿扁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阿扁需要的是這些 所謂的豪華的監獄設備嗎 是 不是嘛 阿扁需要的是周元華醫師講的 他需要醫療照護 你今天他最需要的 他是一個重度憂鬱症患者 他最需要的是適當的醫療照護 你不給他 結果你給他這麼豪華的設備 這對他有用嗎 而且你法務部也是公然違法 你還對外宣稱說 什麼這個 其他受刑人不可能享受的處境 你知道他用那兩個 你不可以這樣違法開立 注意到那個動詞 他用的是享受 他用的是享受 沒有錯啊 那你今天你一天到晚 講說所有受刑人都應該公平 沒有任何受刑人應該有特殊的待遇 我們以前 從人權的角度來為阿扁講話 說你關他 你關他 可是你至少給他一張床睡啊 是 你一張床都不給他 我現在突然單人床碰成 好像突然他多麼的仁慈 可是我再講一遍 阿扁需要的 現在最迫切需要的 不是這個 最迫切需要的他的重度憂鬱症 需要適當的醫療照護 周恩華醫生已經跟你說得很清楚 居家療養是最好的選擇 你們為什麼不針對這個 這個核心問題來處理 只有一個解釋 都市民有了 居家來往這系列看不見 我們這段先到這裡 收拾一下後來給我 謝謝 救護車進入台北看守所 高檢署車輛也跟在後頭 為槍決死刑犯的前置作業做準備 台北看守所 瀰漫著一股速殺的氣氛 對於即將執行的槍決令 法務部對外不鬆口 但立委跳出來爆料 聽說曾永副部長在今天早上 被我們司機位立委質疑以後 他決定晚上要再一次執行死刑 有六名死刑犯 那我們不知道這樣的邏輯這樣的理論 到底是不是碰到事情 我就找其他的事情來轉移焦點 民進黨立委通批法務部轉移焦點 因為距離去年12月21日槍決時間 才短短4個月 這回確定遭槍決的6人 包括殺害兩任妻子及孩子 一共6人 來炸領保險金的殺人魔陳瑞卿 陳東榮1985年 在台南帝王飯店 縱火造成26死 逃亡了25年才被捕 如今泯滅人犀的死刑犯 終於要槍決伏法 但廢死聯盟 卻跳出來抗議 痛批馬政府說一套做一套 但槍決這些死刑犯 對受害家屬來說 是此來的正義 只是選在陳前總統 移送培德醫院的正敏感時機 也難怪被立委批評 是在模糊焦點 各位朋友 這是什麼樣的巧合 本來都是早晨清晨槍斃 然後阿扁要換醫院 至少要白天手續都辦完了 傍晚再送 全都倒閉過 為什麼有這種事 普通是 如果我們準備早上 我們是早上 到中午的時候就可以出院 因為還要辦手續 常常的確是到下午才出院 所以說為什麼該 出院是在白天出院的半夜 為什麼鼠行 足行都早上晚上 所以人家都在開玩笑 說這我們講的時間 可能講錯 應該講的是美國時間吧 還有人在美國決定 可能要有人在美國決定 然後就趕快出院 所以急到說忘了拿藥 但是這個從政治的角度來看 搞不好是高招 因為是一鼠兩鳥 同時解決阿扁的問題 同時解決公投 這個核能核數的問題 一鼠兩鳥 至少可以模糊焦點 比如像今天明天大體上 公投的事情就少很多了 為什麼出現這種狀況 兩個這麼重大事件 時間到序放在一天 感覺把陳水扁送陪的醫院 是有預謀的 所以要不然聯合報 不會今天下獨家 但是槍決死刑犯 的確是臨時起義 所以你自己想想很恐怖 這六個人雖然是被判死刑定業 是 我也不知道他們有判斷 沒有判斷 可是畢竟這是六條人命 可是我們的國家 在對待六條人命的時候 是可以早上 做完這個陳水扁 轉到培德監獄之後 早上曾永夫批公文 好決定要下午殺死六個人 我講殺死六個人 你這個國家 到底是怎麼樣 在對待這麼嚴肅的事情 我剛才說過 你不要把死刑犯當提款機 真的是 有需要的時候 拐兩個出來拐 這樣說也許很難聽 可是這個政府就是這樣做 有需要的時候 拐兩個出來 有需要 今天可能比較嚴重 所以一次要拐六個 別忘了 前一陣子歐盟 已經正式來跟臺灣政府抗議 他們有出了一個報告 所以臺灣政府過去這一兩年來 執行死刑太多了 曾永夫 你上任的目的是什麼 你不要你的勇 勇敢的勇 只表現在槍決死刑犯上面 其他的事情一點都不勇敢 是 法界裡面一直傳說 因為當初有什麼 曾永夫來做法務保證 王清風他不願意執行死刑 對吧 所以落台後 曾經徵詢過幾位 這個都已經幾乎是公開的秘密 包括律師 包括法界 對吧 他們都拒絕執行死刑 所以後面曾永夫他願意執行死刑 所以就變成法務部長了 是大家都知道 法界都知道的事情 不過我覺得奇怪就是 我告訴你 這幾個年來 我還有人去看過幾個要去競爭 槍決人犯 什麼意思 表示我事先就知道 以前要槍決 很簡單 報紙如果開天窗 就知道要槍決了 因為按照規定 判刑確定的話 三天內你就要批 法務部長要批 我們台灣是全世界最特殊最特殊的 最高法院即便判刑死刑定驗 法務部長要批 他不執行 那當然 費死聯盟 包括這些團體 他們為了包括聯合國兩公約 都針對死刑有很多的討論 所以 不能再拿聯合國兩公約 一天到晚過在嘴上 然後好像自己 他很 這個司法改革 很重視人權 對死刑怎麼樣 但是 他剛才聯換說 就是一個重點 死刑亂 尤其是今天槍斃 陳惠卿真的是 人渣裡面的人渣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這是國家重要大點 以前要 就算台西人 筷子守在蔡司康口幹什麼 都要有一個很 你有沒有電視看那個 名震言順 旗子吹下去 有沒有 怨名震聲 然後所有的人看 我才 而且以前的古代 還要在秋絕 因為秋天是術殺之氣 現在不是 現在是 很奇怪 那天有重大事情 政治上有重大事情 就突然間槍決了 還有 我跟各位講一下 過去的確是在凌晨五點槍響 過去三點來提人 所以最怕報名 四圈都看不去 三點也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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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後來而且槍決的時候是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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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殺了好多個人他這次不用槍決 先槍決那些 這誰在決定 所以表示這些都有很嚴重的問題 但是我非常贊成林宏所講的 死刑犯或許應該要槍決 應該執行國家的法律 但是絕對不能成為司法的提款機 來 許宏兄 我覺得今天是黑色星期五 發生的三件事情都是不好的事 但是這三件事情發生的時間 或者為什麼要這樣多的莫名其妙 原來阿扁要不要移街 或者阿伯要怎麼處理 是下個禮拜才要做決定 是 突然昨天就說今天要移街 一到早就處理了 在急什麼呢 在急什麼 是不是今天有核四公投 是 要讓他們知道 這個民進黨一定會去提升 有呼籠牌吧 是